音乐 音乐 在台湾骨关节疼痛求医人数占门诊的第三位 长期吃药或复健无效后只能开刀治疗吗 真身疗法是局部注射非肋固醇物质 导受伤或退化的关节部位 促进韧带骨骼生长恢复的治疗方式 能有效帮助长期筋骨疼痛患者 恢复日常生活 智慧人医守护爱与您分享 刺激自我修复的真身疗法 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智慧人医守护爱 我是梁中赵医师 每个人都有腰酸背痛的经验 在美国呢 除了感冒以外 腰酸背痛是第二名的看诊人数 每年花了上百亿的美金 那在台湾呢 除了在腰酸背痛是排名门诊第三名 每年贴了四亿三千八百万片的酸痛药部 如果药物复健效果不佳 增生疗法可能是另外一项选择 在今天的主题之前呢 我们根据观众朋友所call in的问题 请专科医师来回答 睡觉常突然醒过来 家人说我手脚会乱动 是什么原因该怎么办 我们睡觉异常 不是只有睡不着 或者是打憨 或者是睡眠护理宗旨 这些问题而已 比如说不灵腿症候群 就是在睡觉的时候 他的手脚会规律性的震动 或者抽动 那如果有这样的情况 一定也会影响到 他睡眠的深度跟品质 不灵腿症状的人 事实上背后原因 可能还是一个脑部 睡觉中脑部缺氧的状况 所以通常这样的病人 通常合并有打憨 睡眠护理宗旨症 我们可以到神经内科 身心科 或者是到耳鼻喉科 或者是到胸腔科 都可以安排睡眠检查 也就要一起治疗 才能真正让他背后的原因解决了 他的不灵腿症候群 以找出合并的睡眠问题 对症下药 有睡眠问题 移到医院做睡眠检查 勿任意服用安眠药 人医治科室解答你有关医疗的问题 在节目进行之前 为您介绍科研团队 首先是我们的王志宏副院长 附健科的杨士贤医师 洪玉周医师 郑洪玉医师 陈思恩医师 以及麻醉科的王博凯医师 观众朋友 如果有任何问题 欢迎考虑038561337 当然今天很特别的 为您介绍两位来宾 第一位是花蓮池寄協中心 附健科的陈立军医师 陈医师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 全球观众大家好 第二位是远从台中 来的台中农民总医院的 林嘉宏医师 林思念好 主持人好 全球观众大家好 陈立军花蓮慈激医院 复健部主治医师 中国医药大学中医学系 双主修医学系毕业 拥有中西医症兆 专长心脏复健 肺部复健 神经学与骨科复健等 服务花东偏向地区 进入第十年 士病如亲 想方设法 为相亲解除病苦 林嘉宏台中荣民总医院 副健科主治医师 阳明大学医学系毕业 生长于彰化西湖的农村 了解农民的辛苦 及看病的需求 建计期间参与花蓮巡回医疗 与偏乡结下不解之缘 因本身肩关节脱臼 手术两次未痊愈 跟随美国医师学习增生疗法后 致力于台湾增生疗法的推广 现任台湾增生疗法医学会理事长 林医师刚过的周末跟礼拜天 你在西部带了五十位医生 加上我们花冬 将近七十位的医师 举行你们增生疗法的第一次花冬 疫诊 为什么会选在花冬呢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因为增生疗法 这个疗法对骨关节疼痛治疗 效果特别的好 那之前在西医乡服务的经验 发现说比较偏远的地方的话 民众对增生疗法的需求 真的是比较大 加上成立学会以后 很多花冬的民众在询问说 是不是可以在花冬接受这样的疗法 所以我们就想 大概一年前我们就希望可以在这边 成立这样的疫诊活动 对 已经有病人打电话来说 效果不错了 那这一次的连接呢 都是我们丽君医师来帮忙的 你怎么会想到 做这个连接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我关注增生疗法医学会 已经有大概一年多时间 那我在玉礼服务五年 对 那每周一次的门诊 会觉得说他们从很多地方过来 交通真的不变 那复健每周也只能做两次 其实真的很少 相较于大都市来说 那如果有一个方法 可以让他做复健的时间之外 还可以让这个疼痛进步更快的话 我觉得很有机会 就是可以跟真身疗法医学会合作 对 两位都服务偏乡 所以偏乡的这个治疗方法 就用这种真身疗法非常适用 我们来看这一段 VCR 每隔两周的星期二早上七点多 台中荣民总医院的林嘉宏医师 就会出发前往南投县信义乡 进行山地偏乡巡回医疗服务 信义乡的乡亲们 不忍林医师来回200多公里的车程劳顿 特别在山脚下捷踏绿山 很多老人家真的交通很不方便 很多人都不会开车没有摩托 都是要有年轻人在乡 那年轻人就都在工作 所以交通上真的蛮困难的 有没有音叉啊 不会啊 有没有风景好不好 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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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小英住在信义乡罗纳村 平日勿农 也是布农族的舞蹈老师 大约两年前 发现自己下楼梯越来越困难 右边膝关节无法打直 之前下楼梯就不行了 要用跳的 因为一个膝盖没办法打直 麻烦啊 他就要在前面 我就跟他说小李子 他就跑到前面 让我扶他 这样子撑着 不然膝盖真的很痛 因为上下山不易 吴小英总是忍着膝盖的疼痛 或是吃止痛药 虽然曾经寻求传统推拿处理 但没有持续 直到林家宏医师将增生疗法带到乡里来 还好他有他在 要不然我不知道现在 可能连爬山都不能爬 走路可能 我主要是我不能穿高跟鞋 李毅是有你真好 小英说现在他又可以穿他最爱的高跟鞋 也可以在山里工作 更可以跟先生爬山散步 等一下 我现在这个是在 如果弯着往外翻 久了他就 我要下来的时候 他就会卡住 我会卡住的感觉 走路OK 走路OK 现在还好啦 这个韧带会拉到比较多 这边还好啦 这样子也会动 这边 内侧韧带 最容易受伤 他说治疗这种关节疼痛 需要经常而且长期的医疗附健 自己四十多岁还可以开车 但是从罗纳村到乡里的卫生所 就需要二十分钟 更何况到台中市 对行动不变的长辈更是困难 很多老人家说他们都可以起来跳舞 因为之前如果他没有来的话 这边的主人大概也没有那个时间去医院 然后小孩子也都在忙 没有时间也不知道有这样的技术 所以可能就是想说老了就是这样子 现在我们都变成最新一族 我就追林医师他去哪一个部落 我们就先提早先打电话问他 礼拜几会来 在哪一个村我们就讲好 大家讲好就要去追他了 一个人来其他人就不用下去了 我没有来其他人要下去 反而就是更多不方便 而且有些人他是真的很难离开这个田园地 他们不驾驶家乡的地方 我们又到部落里面 很多部落的居民他是几乎连卫生所都很少下来的 林嘉宏医师投入新一项 他们的IDS偏乡医疗服务已经五年多 对老人家超有耐心与爱心 更抽时间巡回乡里十四个村 让长辈们更方便就医 林医师刚才那个吴小姐吴女士 她们都常常上山下山 所以膝盖一定磨损得很厉害 因为经过你注射 她又可以在爬山 可不跟我们分享为什么有这个 这种治疗疗效 对 因为其实我们身体的组织 其实他的生长力还是蛮好的 但是之所以我们也没有方法去刺激 他生长这样 那以前的话 我们比较少去注意说关节 他本身除了软骨以外 还有周围的韧带这些组织 那真正疗法 他同时促进韧带去修复 然后造成软骨也跟着修复 可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方法 所以他可能 即使说他这种情形 还是能够让他恢复到这样子 对 看来可以再重复登山 其实我们医生也很高兴 但是观众朋友像我真正疗法 我听过 最近也是一两年比较熟悉 那观众朋友一定也更陌生 什么是真正疗法 你是理事长吗 可不可以跟我们稍微说明一下 对 他是利用一个注射方法 去刺激那个软组织 当他开始修复 因为他受伤一段时间后 他的修复力会逐渐降低 造成一个长期没有修复的情形 那他的力量就没有恢复 造成关节不稳定 造成退化 对 刚刚我们看到关节很不稳定 这打的下面他会比较稳定 还是说 他会逐渐生长 恢复他的力量 那就恢复关节的稳定度 主要是利用这个方式来治疗 对 我们知道 其实我们是复健科 所以打完以后 有时候也是需要配合复健 这种关节疼痛的 有哪些复健需要做 有哪些种类 可不可以请我们陈医师 跟我们分享 是 其实所有的关节 或者是身上所有的病痛 都不只是单一原因造成的 那他有可能跟你平常生活的 每一分每一秒 你所吃的东西 你的生活 你的工作 甚至是你的运动的各种姿势 有关系 那我们身为一个医生 其实是希望更全方位的 来评估这件事情 那通常疼痛 我们的处理方式 在复健科来说 就是不外乎 就是物理治疗 包含熱敷 电疗 牵引 或者是其他的 我们会教他一些运动 来强化那些 比较脆弱的肌肉群 或者说 因为我们长期久坐 然后造成一些臀肌压 大腿肌肉的无力 那相对的就是容易有药栓被痛的问题 对 我们知道增生疗法 你也是最近才比较接触 经过这两天的 疫诊跟工作坊 你是不是有更深的体认 更加的想要学习这种的疗法 跟我们分享一下 是 因为其实整个增生疗法 他所需要的工具比较少 那不管是 就像林医师他去南投 那我们去医里 去观山各个部落 其实只要带着简单的东西 我们就可以去帮助 那些村里面的人 那其实不管是 对复健来说 他的效果更好 或者是说 对病人来说疼痛的减少 可以让他更有行动的能力 那就会相对的减少一些 老人以后衰老 或者是说心血管疾病的问题发生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方向 对 林医师 我知道 听说你们增生疗法的医师 自己都有关节的疾病 还敢自己打 那当然这是因缘 我想说 你当初为什么会去学 这个增生疗法 又为什么会想去推广 这个增生疗法 对我自己来说 最主要是肩膀的问题 因为喜欢运动 所以肩膀受伤以后 手术后陆续造成脱臼 然后第二次手术 但是仍然他是没有办法修复他 所以当初并不知道说 还有世界上还有别的方法可以治疗 直到有次认识国外的医师 那间接听到这样治疗 所以才去接触这样的疗法 那后来也去国外认识这些医师 跟他们学习 对 那就发现说他对于像我这样的情形确实是有帮助 对我知道你因为打篮球脱臼过 因为开刀过 然后自己又复健或是增生疗法有疗效 那我刚才看到画面都是肩膀膝盖 是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适应症 像脊椎是不是也可以打科技官员说 哪些疾病可以用在增生疗法 除了肩膀然后膝盖以外 实际上大部分的脊椎问题 他比如说腰椎退化 颈椎退化 这些也都是可以治疗的 所以很多我们在台湾很多劳动的阶层 尤其像搬瓦斯桶的 肩膀要用的非常多 你有一个患者经过你的注射 又可以重回工作 我们看这段VCR 陈志玲五十多岁 他说因为工作经常需要搬重物 两年多前左肩开始疼痛 其初以为是五时间 陈志玲自行做一些拉筋的动作 没想到反而更痛 到后来痛到无法入睡 太太能帮忙的也只能尽量做 测躺对不对 只有放这边不能放这边 放下去就很痛 手都麻掉 反正都是侧身 那个枕头什么都摆在手上 都给他支撑 他也是睡不着 他有时候就叫我跟他论呼一下 也只有给他揉一揉 然后有时候他又跑掉了 帮我踩一踩 手揉三二三就用这样子夹 慢慢的给他 陈志玲是家里经济的支柱 责任感的驱使让他咬牙忍痛 太太陪着他找医生 看医生 只要能够缓解先生的疼痛就去试 博物馆也有啊 整级的也有啊 还有都是护健科我们都去了 还有医院我们也去照X光啦 然后就正常 就是很多运动只要看可以的他都会去做 他很勤劳的一个人 比如说拉当杠他也会啊 然后就是说看什么姿势他都会自己摆啊 在报纸上看到类似案例接受增生疗法后获得了改善 他们找到了林嘉宏医师 以增生疗法治疗一年左右 左肩可以转动也慢慢能够搬东西了 我跟您家的我当然五十肩是不一样 我这个肩胛骨会跑动 所以他用超音波下去照 照那个角度 然后他看到那个超音波里面有那个点 然后他用那个很长的针 那下去每一个点这样子超搓 左边右边上面下面这样子搓 一桶那搓搓 把他每一个点打一点点打一点点让他增生 在家里搭配林医师教导的复健运动 恢复效果更好 不会痛啊 我以前想睡到他的肩膀上不行啊 现在可以啊 比他不会讲话谢谢他啦 没有 我这堆舌就爆灰掉了 没有住的话爆灰 我晓得了 很感谢林医师说真的 非常有爱情 我们真的很感谢他 有他我们 使得我们的家庭真的 我现在觉得很好 不会再有那么多的环绕 根据中央健保局的统计 骨关节疾病占门诊的第三位 慢性筋骨疼痛可说是现代人的流行病 原因约略可分为五大类 长期姿势不良 新陈代谢不良 情绪障碍 骨骼结构错位 以及肌肉退化等 林医师我们刚刚看到那个骨关节的疾病 这增生疗法跟传统的疗法有什么不一样 跟我们分享 传统上可能我们使用消炎药的机会蛮高 那消炎药无效可能还会注射肋骨醇 那像这种两种方式 它反而是抑制我们身体的生长 它抑制的消炎 但是也抑制的生长 所以那增生疗法 刚好是完全相反 它是让身体自己去修复 那我们打完好像打完这种增生疗法 它的内容物是什么 听说是葡萄糖水还是什么 其实内容物的话有很多的选择 但最方便的话也是很有效果 就是浓度比较高的葡萄糖 那如果说效果不如预期的话 还可以再使用自己身体上的血小板 或是再更进一步的一些溶液这样子 好像有维他命的也有加上去 是不是也有加这种东西 维他命也有帮助 那甚至也可以加玻尿酸 或是其他的营养物质 促进身体的修复 其实我们在像说很多棒球选手 国外打那种PRP 就浓缩的那个血小板的 其实好像也有这样打法 可是观众朋友像你抑诊 到底多久要打一次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 对 如果说正常的话 我们是大概三到六周之间来施打 那有特别严重的话 可能可以缩短 比如说一到两周来施打治疗这样子 对 那还有想要请问陈医师 就是我们韧带受伤 观众朋友有时候会很混淆 有时候你要叫他多动 才不会怎么样 有时候要叫他休息 到底是什么时候适合休息 什么时候适合运动 其实这是一个中庸的概念 就是过雨不急都不好 那有些人他是因为少动 然后肌肉就变得比较关节活动度下降 那变得比较僵硬 那这时候我们就希望他多做一些伸展 多活动 那不要让他腹筋的关节沾黏了 或是缩短的僵硬了 可是有的时候又是动的太多 比方说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些家事 或者说反复的打电脑 反复的做一些宏肤的动作 他会造成他的一种使用过度 然后是受伤的状态 那这时候我们就会希望他休息 对我们知道有时候真身疗法要配合复健 那要怎么样来配合复健 之后要做什么复健 可不可以再跟我们说明 对做完真身疗法的复健的话 原则上是要保持关节适当的活动 他必须要让韧带有适当的伸缩 那比较能够他生长的完整这样子 所以不要完全都不动 对那我们知道 其实像真身疗法打完以后 要促进有的要促进他发炎 那好像有些药物就不能吃 是不是可以问观众朋友 如果接受这些治疗 要提醒一下 对特别是消炎止痛药 是尽量不要使用 那他们通常吃是一些普拿藤 那些类的是不是 普拿藤类的这种是止痛药 但是没有消炎性是可以使用 对那我想请问 这一次礼拜六礼拜天 你们大部分都打些什么个案 有些什么跟我们分享的 发动特别的情形 这些新的 可不可以请林医师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我想发动这次的患者里面呢 以膝盖疼痛跟肩膀疼痛是比较多 特别是在第二天肩膀疼痛的患者是非常多 可能是跟工作形态是有关 有关系的 对我想请问一下 像刚才那个瓦斯的 他说他五十肩 那不过观众最好讲的就是 我五十肩 那像五十肩 适不适合做这种的增生疗法 还是说要再仔细的确认才能做这种增生疗法 其实只要是肩膀确认是肌肉骨骼的问题的话 几乎都可以使用增生疗法 因为即使是五十肩造成 关节已经沾黏 但他原来 其实也有部分的 比如说韧带 他是受伤的 促使关节去沾黏 那我们修复了原来的伤以后 他沾黏的形形会慢慢的解除 对 那陈医师呢 你经过这两天的疫诊 你也很多心得要跟我们分享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这次真的很感谢就是会长 然后带着 就是西部五十几位医师过来 因为往常都是我们想要学什么 我们坐火车 坐飞机 然后到对方到西部去 还要住宿花钱这样子 那这次让真的让我们这边花动 就是骨科 复健科跟疼痛科 三科的 几乎就是跟整个医院的疼痛治疗 相关的医师都能够参与 真的很感谢他们 那林医师 你的这样推广的动力是什么共分的 最主要是希望说 有这种疼痛需要的民众 他都能够知道 有这种疗法存在 对 那他假设说 他需要开刀之前 他是不是可以 也有多一个选择 今天其实很谢谢两位 来到我们自己 跟我们分享真身疗法 中心医和志成校家 尤其是脑部创伤或脑病变的患者 中风失智的阿嬷 把儿子认成哥哥 三个月透过针灸与复健 疏通气血与经络 改善失智及偏瘫 肤色 还有实液 还有现在可以三粒了 可以慢慢走路 志为人医守护案 看台中慈悸医院 如何中心医联手 帮助中风失智的病人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